傅宽奇到场平平跟大家握手 这时的韩国瑜边看边站在旁边 等了一下才主动上前 傅宽边握边笑谈 手抓着有五秒之久 傅宽奇还拍拍韩国瑜的背 下一位则换韩国瑜喊出的搭档 蒋启晨 双方礼数作足 相较傅宽奇跟朱主席的互动 只有短短几秒 这场新克立委座谈会 将触及立法院院长副院长一提 不过党中央的座位安排 似乎遭就说明一切 韩国瑜坐在台前 跟朱立伦和党内干部一起 傅宽奇则和其他立委们在台下 朱立伦致辞时 傅宽奇大半时间都在低头滑手机 不过早喊出挺韩江沛的朱立伦 再把话说很白 不管我们政府院长的事情 党团的悬疑 绝对不容许任何的金钱 或权利的交换 我们实实在在团进团出 都对他非常的肯定 我想现场的呼声最大的 都是给我一个院长 韩国瑜 这时的傅宽奇脸上笑笑的 不过座谈会开始前 他仍对立院龙头又坚持 此时此刻非常重要的就是国会改革 我想这个目的就是这一次 我要参选国会领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在合众联合战役的部分 我们我相信我也是因为能够让这个白 能够蓝白合作一起来让国会正常化 假投票是一个民主制度 非常不容易形成的 我想今天我们不能放弃一个民主的制度 大家都支持韩江沛 我们尊重港云警的威望 新科列委选边站跟不敢表态两样情 虽然助力轮下军令状将团进团出 但难以面临分裂 能否守住立院龙头宝座 恐怕还得打上大问号 下期房新陈林凯军 这下期房见不到